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了2020年人口普查的首批数据 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的人口增长了7.4% 这个是自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第二低的历史增长率 最低的记录是1930年代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人口数据将被用于分配未来10年的众院席位 过去10年的缓慢人口增长是金融危机大萧条的回升 普查结果既正视了长期以来的人口增长趋势 也给人口学家和政治观察家带来了不少惊喜 一个世纪以来阳光带和西部州一直在扩大人口 而东北部和铁锈带的人口数量却在下降 有7个州即将在国会失去一个众议员席位 其中有6个州 伊利诺伊州 密歇根州 纽约州 俄亥俄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西维基尼亚州都位于铁锈带 人口普查结果标志着宾夕法尼亚是连续第10次 在改选过程中失去众议员席位 纽约州是连续第8次失去席位 伊利诺伊州则是连续第9次失去众议员席位 即将获得席位的6个州中 有4个州 德州 科罗拉多州 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 都在阳光地带 过去的8个重新分配席位周期中 德州至少每次都新增了一个席位 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的人口普查 佛罗里达州过去12次重新分配中 都连续每次获得了一个新增席位 西海岸其他州的情况也不错 华盛顿州在上10年获得了一个新的众议员席位 俄罗纲州这次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席位 两个州的人口都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 目前联邦众议员有435个席位 加州这一全美人口众多的州 将失去一个联邦众议员的席位 将从53席降至52席 这是过去170年来 加州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我现在是忘了 我两个人用了 我现在就只恶无计 我现在只能看 我现在也是少计 我现在是运行的 我现在已经运行的